这是一场召唤恶龙的神秘仪式 给女孩脸上抹上雪花 喝下一口龙夫山泉 四脚踩上被果实覆盖的雪地 四位年轻的女孩躺在小床上 点燃床上的油灯 慢慢飘到了湖中央 天空突然响起亮人恐惧的声音 船头的油灯也突然熄灭 一条飞龙呼啸而过 随机选中了一位女孩 就这样飞走了 男人心爱的女孩被恶龙抢走 于是她踏上了屠龙之路 她翻山越岭 爬山涉水 终于找到了恶龙的洞穴 但为时已晚 欺负的男人又长枪杀死了恶龙 从此国泰民安 这个世界上也多了一个职业 屠龙勇士 若干年后 祭祀一次变成了婚礼习俗 屠龙勇士的孙子 将引起公爵的女儿米拉 一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天空突然狂风暴雨 一条飞龙从前而降 发走了米拉 飞龙将米拉扔进了山洞 受伤了米拉 黄黄脱下衣服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的声音 美拉以为男人也是被恶龙抓来的 她问男人为什么不逃出去 男人却是个胆小鬼 就要等屠龙勇士来解救他们 米拉对她很失望 她用石头堵住了洞口 接着割断头发编成绳子 就让隔壁的男人化身巨龙 她洞口张牙无爪 但怎么也无法进来 没多久 巨龙就离开了 独身的欲望让米拉拉起石头 狠狠地砸上墙壁 谁知居然砸出一个洞 米拉赶紧逃了出去 逃了一处悬崖 巨龙也变回人了 米拉 你太难解释 你不走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认识你 你认识你 你认识我 不 米拉跌落了悬崖 男人也跳下悬崖抱住米拉 老总知识来到米拉下面 胸口开始燃烧 火焰开始蔓延到全身 然后化身巨龙紧紧护住女孩 双双掉落斜眼 刚救下米拉的恶龙 已经幻化为人形 米拉举起石头就想砸下恶龙 但内心的善良战胜了恐惧 于是开始为阿尔曼扬伤 伤好了的阿尔曼 也细心地为米拉准备了被子 旁边还放了一个火龙果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阿尔曼身体里的恶龙也没有出现 米拉觉得阿尔曼是可以战胜恶龙的 于是决定在同能勇士来接他之前 帮助阿尔曼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他们开始整理海边飘来的物资 将这里布置成人类居住的模样 俊男美女就这样生活在孤岛上 阿尔曼能看见风的样子 于是用花瓣 为米拉描绘出风的样子 两人的感情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米拉推想了一首摇篮曲 让这一天成为了阿尔曼的生日 阿尔曼也为米拉准备了礼物 用烟花点亮了整周孤岛 看着帐範在天空的美丽花朵 两人也开始暗沉奇数 爱情的种子开始在心底发芽 阿尔曼收集了一束喧花 打算送给米拉 但体内的恶龙却开始沉沉欲动 他怕伤害到米拉 赶紧跑下夹缝 被遇到了正在放风针的米拉 阿尔曼平静了下来 开始将米拉放风针 可是在他碰见女孩手指的 瞬间体内的恶龙被唤醒 他推扯了米拉将她的摇篮曲 终于平静了下来 他就在此时发现了一只女孩 巨龙繁衍后代的方式 就是将人类女孩 放在石床上进行焚烧 阿尔曼就是这样诞生的 阿尔曼控制出边恶龙的欲望之后 发现了米拉的逃跑计划 里面有食物 有地图 看到这些 阿尔曼明白了 米拉根本没想留在这里 于是回来拆穿了米拉 说完开始自暴自弃 米拉想和阿尔曼解释 阿尔曼却丢掉了米拉松的乐器 独自走路的夹缝 任由自己变成巨龙 伤心的米拉摇翻起航 离开了农之岛 不久之后 觉得大海遇到了 无法找到农之岛的欲望夫 米拉编造了一个谎言 欲望已经摔死了 是这样重新当回了公主 但是披上嫁衣 准备重新举办婚礼 女孩的离开 阿尔曼外面俱灰 同样在悬崖跳了下去 阿尔曼却的米拉 加了摇篮曲 让自己无法幻化成了 这个米拉躺在小船 阿尔曼在老海挥之不去 她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内心 米拉松掉船头的绳子 然后起身唱起了龙之歌 正是一条巨龙从远方飞来 一把抓住米拉的腰 带走了米拉 巨龙将米拉放在了 还眼后代的石板上 然后胸口开始冒火 开始蔓延到全身 米拉抱住巨龙的头 轻吻了巨龙 巨龙就温盛地 躺在了女孩的怀里 几年之后 可爱的小龙女出生了 但这一次并不是 从火焰中诞生 阿曼也可以控制住 体内的恶龙 女孩成为了骑龙士 лож戴口水 我 什么 t